借末日公車上路 廟前搭棚 白五星鎮祈福 明天不是借末日 今天是傳說中 馬雅力結束的 事件末日 高雄客運公車 搭上事件末日的話題 不但請乘客吃糖 LED跑馬燈還打出 明天不是借末日 大小朋友看到業者巧思 都覺得有趣 明天不是借末日 借末日 什麼是借末 你覺得明天會不會 世界會不會毀滅掉 不會喔 為什麼 因為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疫苗 都還沒有疫苗 那你覺得好不好玩 蠻好笑的 算是蠻好笑的 大衆這樣恐慌 對啦 無績之坎 震撞車要搞 還說要輸出 只要噴湯啊 沾一點喜氣 讓全國的人都平安 沒事 2010年 預言嘉義燈會主燈虎牙商人的 風水師廖大儀 日前傳簡訊給信徒 遊學太子爺 進駐高雄市橋頭區益山宮 擔心世界末日的信徒 可到該廟朝拜保佑 昨晚廟前超過20人 都是接到簡訊趕來搭帳篷過夜 分別來自宜蘭台北和雲林 這支就是五百 這支三百 加起來剛才96 加起來跟總和起來 就變96 九代表天 六代表地 就是天地圓滿 平安無事 請問一下明天 真的會是見末日嗎 花蓮縣玉里正一間民宿業者 昨天則邀來塔羅牌師 用石灰粉在地上畫五芒心符號 擺正聽民眾祈福 馬雅人說 這是第四個紀元的結束 我們要邁向第五個紀元 那基本上是好事 不用擔心 大家就快快樂樂樂 該坐 該上班 該放假 所以明天還是要補課就對了 洞新聞明天是補班日 我們繼續報導